欢迎收看今天的MTB天来春的大家好 我是高中生陈正飞Andy 大家好 我是陈正飞的老师朱朱 朱朱老师你好 陈正飞同学你好 真乖 接着接着来接着来聚工 朱老师最近有什么东西需要帮忙的吗 需要搬家具吗 没有啊 我就喜欢来 我就喜欢这样 我觉得挺好 但是真的很多如果高中老师像你这样子 那个你知道 你知道我真的当过老师 好了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要看这个跟小孩子的很有大的关系 因为其实小孩子是当女的 对啊 对你当过老师我也当过老师 我们都知道小孩子都很大 哎你知道我想说一个最搞笑的事情 你知道吗 有一次有一年我去做那个Kids Award的那个欢乐盛典的road show 然后那时候好像是有个sponsor 那个sponsor呢他们是一种互相堂 然后他们有个那个超人的形象 就是那个某某超人 然后后来就是我们就请了一个随便的一个路人甲去演那个超人 就穿上那个衣服嘛 然后结果他到了那边之后就所有的小孩都疯了 完全疯了 然后就说 哎呀某某超人你给我签个名吧 然后一堆小孩再围着他 然后他看了半天那个纸 不知道应该写自己的名字还写什么 然后最后看了看就写了一个超人 然后就给他 好可爱 我真的觉得小孩子真的 因为第一个他们很天真 对啊 很纯洁对不对 然后你跟他们在一起 不会玩什么心机啊 对啊是 就觉得非常非常舒服 所以接下一次的新闻跟孩子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孩子你们的选择马上就要来了 我们欢乐盛典先看一下发布会 日前猛牛未来新2010孩子的选择 欢乐盛典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 MTV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梅艳 MTV电视网主持人陈振飞 及艺人代表大张伟 钢琴神童牛牛共同为此次活动站台助威 大张伟在回忆童年趣闻时 不改其搞笑的本色 猛牛未来新2010孩子的选择 这个欢乐盛典即将于8月28日在北京举行 届时小朋友们将和自己选出的最喜欢的电影演员 歌手主持人等大明星共聚一堂 而参加活动的一些小朋友 也提前透露了自己的选择 可能是Jackie Chan 他是一个很棒的演员 他在我看很多动作电影